此物全食聽起來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詛咒 但沒有想到這種情況 在中國大陸竟然真實上演 中國大陸竟然爆發了 盜賣屍體產業鏈 歡迎收看舉手發問 我是彭志宇 中國大陸的山西奧瑞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竟然被發現說在各地搜刮海股 而且進行肢解還有消毒之後 製作成了同種液體骨的植入性材料 也就是說製造出來的骨頭 可以移植到活人身上 2015年到2023年8年時間 不法獲利已經來到了3.8億人民幣 更誇張的是 這已經變成非常成熟的產業鏈 上下游的嫌犯 至少75位已經承認犯案 為了取得原料也就是屍體 他們是無所不用其極 山西奧瑞直接從源頭下手 前進了殯儀館或是火葬場 同時他透過承包入骨的方式 接觸到第一線的工作人員 直接把這些屍體給攔截下來 接下來再把這些非法遺體變成合法 還有一個專門流程 我們以桂林開始說好了 桂林市的殯儀館在第一線 就把這些無名屍或者是說家屬 不希望有骨灰的這些遺體 直接攔截下來 接著賣到了當地的醫學院 當大體老師 最後直接從醫學院 再賣給了奧瑞公司 當中層層把關 還有機會把這個屍體 非法變合法 偽造了專用證明 甚至當中的油水也非常多 例如說從殯儀館賣到了醫學院 竟然一具屍體只有900塊人民幣 但是直接賣到了奧瑞公司之後 轉了一手 身價竟然跳了10倍之多 你或許很好奇 為什麼要鋌而走險去偷屍體呢 關鍵是裡頭的骨頭 真的非常好賣 以中國道來說 這種同種一體骨 可以用在半月版的手術 龍鼻甚至是直牙 可能都需要它 當然價格也水漲船高 尤其以醫美用途來說 中國大陸0.5克竟然喊價 來到了3000塊人民幣以上 甚至上那種同種一體骨 台灣也有 就是台灣管制好多了 通常呢 他們的來源 大部分都是一般人 以愛人間所留下的捐贈 或者是有民眾進行了 關節置換手術 所留下來的剩餘骨骸 但是呢 以台灣來說 有部分醫院已經建置了 骨骼銀行 讓大家都能好好的管理 甚至進行有效的利用 而在中國大陸鋌而走險 而且價格會飆漲這麼高 就是因為沒有完整的骨骼庫 這些的犯罪行為 從無人知曉 現在變成人盡皆知 當中非常重要的關鍵人物 就是這名北京律師易勝華 他在自己的社群平台上 披露了這個消息 還說讓他非常不滿 也不解 認為說 盜賣屍體這麼嚴重的事情 竟然最高只判三年 還不用罰金 所以讓他很氣憤 也很不明白 但是呢 不意外 中國大陸是再度出手 管制了網路消息 雖然一度相關的關鍵字 被推上了熱搜 但一夜之間又被消失 就像我們IG上的現實動態一樣 一開始報導的這些媒體們 似乎也都被噤聲 之前很多的報導也都被消失 被下架 甚至易勝華律師 自己本身的社群平台 留言還有貼文 也通通不見了 最新貼文停留在4月30號 人死不能安寧 這種道失取股 再變現的犯罪行為 已經讓中國大陸的民眾 都激起了危機意識 當然隨之而來的是 滿滿的憤怒 沒有想到現在在活著的時候 也要擔心自己的身後事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據說發問 我是彭聚 讓我們問問題找答案